你知道你有偶像吗?你不知道你有偶像吗? 我是Angel,今天我们说一下你的偶像 这次是如何取得成功的第七集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很短的简短的回顾 第一集我们说到你在扮演受害者吗? 然后在最后我们做了一个脱离受害者小讨证 然后第二集我们说到我们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我们要外在内在 就是你的内在创造你的外在 所以你的外在是这么一棵丰盛的树吗? 还是你的外在是一个你都看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呢? 你是谁? 你的内在是怎样的? 创造了一个怎样的外在呢? 然后说到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口令 你每天在说什么呢? 你的信念是什么呢? 你的信念是你的成长环境 环境 父母 父母 兄弟姊妹 你的朋友 老师 在你成长的时候灌输给你的 所以那是你的教育 你的教育就会成为你的忌悦 就会成为你每件事的自动反应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那个结果的话 就是你的自动反应要改变 你的行动要改变 要怎么改变呢? 就要介入跟修正你的信念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忌悦 叫做语言 我们每一次听到我们父母给的语言 都是我们的教育 然后就会成为我们的忌悦 我们介入的方法 方程期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是觉察 第二个是承认 第三个是承诺 然后就是行动 我们的目标就是创造另一个结果 一直创造到你喜爱的结果 为止 在开始这一集之前 我们说一下我们的逻辑跟情感 谁比较大 如果我们的前一集 要做这个选择的话 肯定会是情感会赢 比如说 你选择成功 还是要选择你妈妈的认同 你会选什么? 肯定是成功了吧 屁了 肯定是要选妈妈的认同 100%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 因为说到前一集啊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只有情感 没有逻辑的 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看逻辑是没有用的 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 是季月第二个 第二个季月叫做榜样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 模仿而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不会用我们的眼睛耳朵 嘴 鼻子 但是我们学到了 嘴巴可以用来吃饭 用来说话 对吧 那是跟我们的父母学的 谁叫你的 他们也不会叫吧 所以他们就做给你看 然后你就 就跟了 你听过声叫吗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那时候你学的是转身 翻身 对吧 然后坐起来 站着 走路 都是模仿而来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好多东西都是从模仿而来的 就是你的成长过程 你父母的生活态度 比如说 他们 他们吃饭 他们是为了填饱自己 还是他们想要更健康 那的 那样的态度会不一样的 然后 他们赚钱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生存 才赚钱 还是他们是为了自己成功去赚钱呢 然后他们对于爱情 对于 婚姻的态度是怎样的 他们是为了 只是为了不要离婚了 还是他们会想方法去提升他们的关系呢 他们会不会 想方法 扎深他们的亲密程度呢 还有他们对自己 他们有付出什么呢 他们只是为别人已经没时间了 还是他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 他们会留一些时间给他自己 也许是看书 听歌 也许是学习 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爱自己呢 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 风险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逃避 还是他们会勇于面对呢 金钱在你家庭里面的角色 角色 是快乐的全员 还是痛苦的根源呢 你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有样学样吗 就是香港的话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就是你自己 其实每一件事情 都是跟你的父母学的 然后现在你就有一个功课 就是留意一下你自己的摩西 你的摩西是怎样的 有哪些是跟你的父母 跟很相似的呢 比如说我啊 我就有一个季月 我自己发现的 就是我以前觉得自己很穷 所以去用餐的时候 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点最少的就好 就点我需要的东西就好 所以我就点饭 我就不会点饮料 我妈也是这样 就觉得点饮料是很浪费钱的 所以从来不点餐 就点一碗饭 或者是一碟饭 这样就好了 然后在我长大以后也是一样 我甚至在家里也是 就觉得喝饮料是很浪费钱的 所以就不要喝了 连水我都不太喝 到后来啊 我就尿到盐 尿到盐哦 好惨 都是血 然后医生说 你不能不喝水 你必须要喝水 多喝 每天喝 一直一直喝 一想到就要喝 然后我吓到了 所以我就改变了 我就必须要喝 所以那一次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有一个寄约 给我自己 就是因为从小就习惯 跟妈妈学 就觉得自己很穷 不要点饮料了 你呢 你有什么是你的忌悦呢 你发现一个或者是几个也好 选一个你最想要改变的范畴 你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比如说你对钱的态度 你是奴才还是主人 你对爱情的态度 你如何跟别人相处啊 你是付出多还是收入的多 你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们会选择面对 或者是不是你们 是你会选择面对 还是你会选择逃避呢 你希望那个问题自己消失呢 还有面对风险的时候 你会很害怕 还是你会很兴奋呢 你就做一个这个 觉察 这就是你今天的功课 然后下一集 我就会分享如何介入 然后改变 好不好 你 你已经不再是几分钟前的你了 所以 所以 急着 写下你的收获跟回应 你的脑子 会自动回顾一次 然后你的收获就会变成你一辈子的收获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订阅我的频道了 为了你可以一步步迈向更成功 所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又还有就是like我的Facebook page啊 谢谢收看 拜拜